不學喔 爸爸是外國人嗎? 沒有 他說我外國人 他就說 這樣嗎? 所以怎麼做啊? 就是我們去國外買金子 這樣就想買錢 哇! 同性戀啊 啊!同性戀啊!同性戀啊! 同性戀的同性戀 相信會吧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我們的頻道 我是兔兔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娜娜 大家的媽媽們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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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旁邊的媽媽 媽媽在這邊 今天邀請到他們就是 大家知道我們就是在求職的過程 我們有去實施啦 哈哈 就是以致於媽媽 做了一些包尿鋪啊等等 接下來就是想要訪問同慶媽媽們 求職的過程 分享給大家 當然我們也是自己在取經 然後 看上去好可愛 就告白說 很不可愛的咧 你會害羞嗎 害羞就會這樣 無歸的蠕動 哈哈哈哈 那關於同性家居會遇到一些 為什麼你沒想要喝白提前 跟大家分享一下 欸首先我想要先問一下 你們求職的故事 因為其實我有聽說過你們 也不是算你 個人是超迷信的 然後我聽到這份事的時候我就 聽得很厲害 而且我聽到的版本就是說 他們會算說你 會生一個跟你超像的小孩 然後我覺得天啊是真的很像 他也不知道是你小孩 就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要問一下 求職的部分 求職我們就是有 我們從26歲就開始過 經歷了5年都沒有成功之後 我們就走到上面這邊 哈哈哈哈 我們就去跟算命老師問說 我覺得我們幾年去做這件事會比較好 第一次去算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那時候只有都看我 今年整個都是開心的 但是也沒有看結果 因為畢竟生了很多時候 他不是自己去生的 他看他的命盤就是一個有緣分 但是沒有結果的一個人 然後他就想說 奇怪他長得一點都不像小丹 為什麼是這種命盤 然後他看到 就有問我們 那我們的關係是什麼 那時候我們就沒有講 然後再問說 如果我們要去做小孩 什麼時候去比較好 比較容易遇到會員 然後他說如果我們 108年沒去之後 就會不會有機會 會有兩個 會有兩個 看到小孩的樣子 你知道嗎 因為就疫情 疫情前就趕快去做這件事 就順利了 所以是按照他的行程進行 對 對 對 想要有小孩 求職的大家 如果要好奇這個算命老師 應該是可以私訊你們的吧 因為我說前五年都失敗 其實想了解一下 前五年是做了哪一些事情 我從二十六歲那一年 就先去紐約做了三次IUI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才二十六歲 所以我在台灣看了三個 複場的每一個醫生都會說 我的條件很好 而且都很OK 不用做到試管 可以先做IUI就好 IUI就是 人工受癒 就是比較單純的 只是把精子洗激過 其實還是需要靠精子跟軟絲 算好排軟期 然後讓他們自然的受癮長 我就是暴食的 穩重的那種心情 然後去沒有 做了第一次沒有 第二次沒有 但是還是沒有 我就是已經想說 天啊 那我是沒有孩子 所以你前面就是三次就是IUI 對 但是幾乎花的錢和一次IUI 其實是一樣的 甚至更多 做了那一條 之後就回來 繼續賺錢了 但是我們在那邊就是 生活了一陣子 剛開始想說 文重 所以就開始 我們吃餐廳 每天過得很愜意 然後到處玩 都不知 把錢全部都 再做再做 一直繼續賭 因為我有一個很豐富的心態 對 他的行程是每天都很堅持 他每天都很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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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都很堅持 他都沒有成功 這其實算是 洗淨精子過後 然後體內低筋吧 這一次這樣 只是讓醫生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回來 一直到了 30歲的時候 我就想說 目前我真的是 每天看著我自己 越來越 再來可能會生不出來 然後就趕快 再繼續去 就做了這次的趨軟 從回來 我就一定決定下一次做 我一定是要做到馬 那就成功了 就算一次就成功了這樣 其實他的前一年 我還有再做一次 但是那一次雖然有成功 可是10周的時候 寶寶沒有了心跳 一聲說是根莖 可能有一點關係什麼之類的 反正那一次就沒有了 然後他是同一年8月 我就立刻再去植入了院 就是你了 你就當心了 你會喝什麼 你會喝什麼 哈哈哈哈 可能還不行耶 簡單說一下 你們是去哪裡做的 這一次是在製本 OK 那我們接下來問囉 想要問一下 你們會覺得這樣的家庭 真的有很不一樣嗎 就是你們有沒有因為這樣子 兩個媽媽 也許你們小孩 其實算是混血兒 有沒有就是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目前啦 他兩次兩個月 其實目前是好處比較多 因為我們就是兩個媽媽 所以在家庭的分配上 雖然我的部分就是 真理需求型 喝奶 睡覺 他就是一定要玩 但是因為他也是媽媽 所以他其實可以在很多時候 那個陪玩的耐心 其實是非常有的 那你要把他特別的耐心 你怎麼會用玩的 哈哈哈哈 因為要報告他的表示 我覺得他有在表達說 真的要玩的 當然說了 像是剛剛我說我要報他一下 但他沒有任何想睡覺 跟肚子餓的情形 他都沒有要說 對 對 但他只要一有一點累 或者是餓的 他就要找我 那你會不會要負責找 就是 我 希望就是你可以負責 全部 我會幫忙 我會就是 幫忙 自己的小孩都是幫忙 來喔 我們繼續問 有沒有帶小孩出去的時候 就有人要問那種很濕烈的問題說 欸爸爸是外國人嗎 爸爸的感覺 沒有啊 沒有啊 他是我去國外做的 其實在台灣的公園 那種阿桑其實都蠻開的 所以他們不會說 因為我同性戀 像面子 歸龍是比較好笑的是 他沒有做歐巴桑 入學喔 爸爸是外國人嗎 沒有啊 他是我國外做的 然後他說 所以啊怎麼做啊 就是我們去國外然後買金子 那些金錢沒錢 喔 我們同性戀 啊同性戀啊 同性戀啊 我們公園看 同性戀的同性戀 相信不會吧吧 對 要這樣子 講出來大方講出來 發現你沒有遇到任何有什麼 就像你剛剛講的 其實大家都比我們還很接近 然後接下來我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 朋友的教育問題 就是我自己是很想了解 就是像大家都很自然的上學 他是今年的四月才剛去一個 欸怎麼會有這個 保護 還是有點多 這就是脫衣區嗎 請問 這邊是家長聊天區 對 我的小孩跟他的小孩在一起嗎 這就是我們可以繼續 好 這是我們找到一個很棒的店 然後他是有教一些東西 就是不是那種不安全 然後他會有一些課程 他會帶他們在陽台畫畫啊 會玩水什麼 所以我們就現在先讓他 因為我們發現其實 我們剛才的主題就是 想要陪小孩 因為剛才是我們來 所以剛才是說 我們這麼拼命的想要 很想要 一定要陪小孩 陪到去上學 到了兩歲多 待到四月 其實我們已經有覺得 其實他在陪我們 就是我們在陪他 他每天給我們工作 然後我們就只能多那種很小的空 陪他玩 好像變得不是原本想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決定跟他去 一個很讚的幫忙而已 然後他就每天都很開心很期待 今天早上起來就說 兩人家的媽媽 所以他一定要在那邊 大概多久 阿哥一放 九點放到六點 失誤的概念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就已經開始在討論說 小孩之後 多早可以找保護嗎 可以在保護家多久 這種事情就想要問媽媽 因為我小時候 輩子太大 然後我後來就跟我媽說 我小時候讀小時候 開始放在奶媽家 她說 妳跟朋友坐月子 我說妳都在奶媽家 我說二十四小時 二十四小時 我以前就二十四小時的 我媽好像是六日才幫我帶人家 對我也是 結果我媽還要白白說 可是我平日都有去看著妳 他媽媽變臉 他真的變臉想說 有這一招可以用 他可以計算 這樣變臉 然後他媽看到他眼睛上去 我吃東西去看妳 我每天晚上都會去看妳 我每天晚上都會去看一看妳 真的都不然接回來了 也想要被病 我今天想問 就是妳們這樣生小孩 然後以後遇到學校的問題 妳不要怎麼處理 其實我一直以來 我會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我會覺得 我就是也是這樣長大 哪有什麼問題 可是 有點像是被粉絲問後 我才覺得 是否真的是一個問題 就例如說妳們會想說 因為家庭特殊要特別給老師 學生嗎還是什麼 我是覺得等到他們的 住的年紀 現在是要去讀幼稚園等於 他們找幼稚園的方式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年代 所以應該都已經很能 理解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 沒有生小孩的時候 妳會覺得 現在這個社會的狀態 一定老師有很多方法 讓我可能有重新做很多的訓練 或者是教育 之類的 但是其實妳真的生小孩之後 妳就會想 今天父親節的時候 大家要做一張大片給爸爸的時候 那老師會怎麼做 還是就是他會做在那邊 或不會面對那張紙 不知道要畫什麼 很多的想像 可能根本不會發生 但是我還是會 在選擇幼兒園的時候 老師很重要 我會想知道老師到底 他們是不是有這方面的資源 可以多了解這些 我覺得現在社會 其實沒有像大家想像的那樣 但我明白大家的擔心 孩子畢竟什麼都不懂 但是好像要 默默承受世界的惡意 他現在回家就會說什麼 爸爸媽媽 那我就會說 妳沒有爸爸啊 他就會說 一個媽媽 一個媽咪 一個娜娜 所以他其實現在已經可以領解 他的家庭的狀況 跟別人不一樣 我覺得他可以 聊天這件事情 可是 會需要很多的 就像我們就會說 誰是 有爸爸跟媽媽 誰是兩個媽媽 但是我目前 身邊的朋友 目前是一起認同 系列比較距離 不會很希望 他如果有一些 可帶教養的家庭 但是我們目前還沒有 就是這樣的 對 會讓他去認識不同的家庭 對 所以我想本來就是有很多家庭的心態 對 那再請問一下 同學 同學 我們家長會不會好其他的家庭 因為這兩個媽媽 他們的家長會特別好奇異嗎 不管好不快的 其實他們都是善意的 會一直想要問說 什麼生的 會哪裡生 會生的 這個是很小子 對 就是 因為他們都是年輕 我覺得都是我們這一輩的媽媽 然後所以他們就是 我會好酷喔 我會殺我的話 我也知道 天生是不正確的問題 那接下來的媽媽們都這麼問 問一下妳當時是怎麼挑動呢 那時候我們就把執著 放在我的數學內 然後我們就找了一個數學嘉賓 我忘記什麼嗎 是數學專長 邏輯專長 我希望她的頭髮不要是很糗的顏色 然後我自己心裡有一點私心喜歡捲 所以她是捲的 她有遺傳到捲捲的吧 有 她很特別是 她頭髮下來 上面是指的 下面是捲的 那是一種 有燙過來 所以大家都會直接說 是燙嗎 因為她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下來 就是一個很荒唐的 自然捲法 再回歸到就是總結 我覺得就是 可愛的捲法 因為那長很可愛 這樣就很可愛 所以可愛做壞事都可以 我們都很原諒 就是很容易 不小心就原諒她 可以吃啊 可能說 就跟她講說 這樣子是怎麼樣 妳要造成別的故事 然後她手其實可能還正在做 但她就會說 好我知道了 好妳知道 那我有個好奇 所以她有在練習狂語嗎 對 在妳這邊去吃嗎 我們算在讀罪 在學校的時候 妳還是會想 因為我覺得英文算工具吧 然後她長這樣子 那是重點吧 因為她怎麼可能有一點點 我們去拳點 然後就會有那種 歐巴算好英文對不對 對 對 大家就會覺得她應該就是自然會英文 這樣 這也是我們的煩惱 但是我們有刻意選比較 像比較鏡頭髮 或是藍眼睛 避開的 所以我們也沒有選那個 藍眼睛跟鏡頭髮 中髮跟中眼睛的 就是少一點 因為我聽到當初是這樣想 像跟妳很像的 就是妳的 像吧 就很像妳 是不是沒有錯 那妳比較可愛嗎 好 我覺得我們只是會上以上的問題 關於混血兒的問題 但是換一步其實目前沒有遇到 我覺得之後上學會吧 我會擔心她如果同學問她 為什麼長這樣 可是她其實並沒有覺得 不一樣 對 就這樣而已 但是目前是沒有 只有每天要回答說 剛剛那些問題 接下來想要問的就是 因為她畢竟就是有一些 細胞的血糖 妳有沒有覺得 她的基因真的顯現出來 她的感覺都不一樣 絕對來就像她 其實我一直懷疑她 有一種國外的血糖 但是是 不知道 可是她都會有跟亞洲人不一樣的狀況 就例如說班 然後她的班是非常顯著 她有沒有這些外國人 才會有的這種生命的狀況 我覺得她好像真的對 就是我們幾個朋友都是混血的 大家都有一個感覺 就是她們對語言真的 有比較好的甜品嗎 對 或是念英文的時候也會 可能是給我找一個 很香的給我找 可能這部分 像中文的話 她的咬字 你會覺得就是有那種 對 對 她最近的問題是 有點山東腔 什麼是山東腔 有一次她就是在我媽媽家 然後有一刻中午沒有吃完的饅頭 她就說 我要吃饅頭 我們就一直想說 這個嗎這個嗎 這個嗎 她就說都不是 然後她就是要吃饅頭 然後最後我們想知道 吃饅頭 然後就說 爸 妳們在吃得當大的時候 有沒有想說 想要設幾樣的型座 因為我們其實是有的 或寫型啊 新作寫型這種 除了性別之外 性別看起來就是 特別想要選女生 就是已經有一個媽媽的期望在 期望可以再衍生 新作啊 寫型這些 那想說的是 雙子 對 很想生雙子 對 比較只有強烈 不要一個星座 然後其他都可以 那我想問雙子 就是想要什麼 你的牛子 因為我們的幾個 比較親密的朋友 然後是雙子座 女生的那個個性 我們都很幸福 然後覺得我們好像可以相處的 比較融洽 就是只有特別擔心相處 不融洽的星座 我覺得媽媽的考量 其實都很像 有一個夢幻版本的 最好就是 那個不要的 其他都可以 其他其他都可以 中間的也好 也好 希望家庭是和諧的 對啊 最後還是拼雙女老師 欸這什麼 因為是 吃入的那個時間點 對啊 時間點 到我八月一定要去 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八月的話 那個小孩就會是 他是屬老鼠的 老鼠跟我們兩個的 整個小孩會很好 這樣 我們只是有想過 想法要怎麼樣叫我們 我們就沒有結論 也沒有特別想要分離子 我們可能是那個 推卸責人瓜 什麼都說去找媽媽 去找媽媽 就是你們還沒有任何想法 因為從狗上面 我們就發現這件事情 養狗其實是一個 養火光的故事 就是他其實也不在乎 不然是你也知道 什麼時候要找他 什麼時候要找我 他如果要吃過要玩 他應該會各自找媽媽媽 和媽咪一樣 你不笨 我就查一次到 所以我們就不是很在乎 成為這件事情 都可以叫媽媽 看你想要怎麼叫就能叫 因為我也會一直 幫他禁止的名字 對啊 我覺得真的收穫良多 真的很感謝你們 在為 挑備你 好 謝謝你們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請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也要記得追蹤他們囉 大家掰掰 我說掰掰 媽媽說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如果下次見 每日… 我們下次見 那些人 在舒服 我下次見 你們下次見